大家好,我是小和 至少侵犯15名女性,被判8年监禁 恶观满营的囚犯戴维斯 竟然在监狱里遇到了真爱 一回女子利贝卡不知道是哪根线大错了 抛夫妻子也要和囚犯在一起 还夸赞囚犯,是万中无一的好男人 称只有囚犯和他,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20世纪80年代初期 针对性侵犯者的治疗和管理计划还处于起步阶段 像戴维斯这样的囚犯 通常会被视为道德缺陷者或者可怜的傻瓜 因此司法对他们的惩罚并不严格 和许多囚犯一样 无聊的戴维斯花了很多心思 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结交女性比诱 一个孤独的女人利贝卡 看到了戴维斯的自我介绍后 开始给戴维斯写信 戴维斯对丽贝卡印象深刻 毕竟坐牢这么久 丽贝卡是唯一一个回应他的女比诱 丽贝卡向戴维斯诉苦 说自己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丈夫酗酒,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幸福 戴维斯很同情丽贝卡 写了回信安慰他 然后一来一往,两三回合之后 丽贝卡暗示味十足地问戴维斯 你想念性吗?这哪里是提问 这简直恨不得冲到戴维斯脸上邀请他了 戴维斯很识趣,说他想得不得了 而后,丽贝卡写信的风格 又从羞涩,娇滴滴的淑女风格 转换成了热烈挑逗的少儿不易 收到信的戴维斯大为感动 他没有想到,丽贝卡居然是这么一个 开明不交警的女人 脑子里还有这么丰富的想法和观点 简直可以和他相媲美了 戴维斯终于确信 他找到了可以陪伴他终身的另一半 但是,自从丽贝卡到监狱探望了戴维斯一次之后 戴维斯就有些自我怀疑了 因为,丽贝卡和他梦想中的窈窕淑女完全不同 丽贝卡很胖,看起来似乎还没有眉毛 胸部和手臂上还有伤疤 让戴维斯一下子就望而却步了 尽管丽贝卡拼命的解释 说这是几年前在佐治亚洲军事基地被人侵犯时留下的 但戴维斯此刻实在是生不起同情之心 他甚至觉得丽贝卡有些反胃 然而,现实情况摆在戴维斯面前 身陷领域的他不可能再找到 比丽贝卡更体贴,更爱他的女朋友了 丽贝卡给他买电视机 靴子和昂贵的丝绸手帕 而且,自从丽贝卡离婚之后 每个星期还带着女儿来看他 给他充点零花钱 戴维斯想,反正短时间也出不去了 有个人在外面照顾他,也挺好的 1984年的一次探监中 戴维斯顺水推舟地向丽贝卡求婚 丽贝卡开心地答应了 两人在电话中由牧师主持了婚礼 之后,丽贝卡的女儿们开始喊戴维斯爸爸 婚后不久,另一名囚犯无意中看到了 丽贝卡13岁的女儿 就问戴维斯能不能给这个女儿写信 戴维斯同意了 丽贝卡也没有任何意见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丽贝卡为了让丽贝斯和他的育友开心 还专门给他们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张是他自己赤裸上身的照片 一张是他女儿的半裸照 万幸,这些照片被监狱官员截获 没有送到这两个人渣手里 丽贝卡因此被指控性剥削未成年人 三年唤醒 他在监狱的探视权也被取消 丽贝卡再也不能和戴维斯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了 这对丽贝卡来说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于是没多久 这对夫妻就想出用电话游戏来保持婚姻的激情 众所周知 囚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会被监狱当局监控 但夫妻俩根本就不在乎 或者说监狱也只不过是他们普类的一环罢了 有一次戴维斯浴火上头 想听丽贝卡和别人亲密 丽贝卡也是没皮没脸 当下就叫了个男人进屋 把话筒放在旁边 让戴维斯听 类似的事情在戴维斯被囚禁期间 简直不胜美举 两人的各种露骨电话记录 简直连运警都听不下去 1985年 戴维斯终于出狱 由于丽贝卡之前被控 剥削儿童罪 仍在缓刑期间 所以 为了能和戴维斯同居 丽贝卡狠心把女儿们送出了州 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但由于他和戴维斯都属于假释人员 始终在法院的监督之下 所以戴维斯不得不努力戒酒 克制自己 千万不要去袭击未成年女性 起初 夫妻俩过得都挺顺利的 丽贝卡当起了公寓的管理员 戴维斯也成功控制住了酒瘾 但是 戴维斯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对丽贝卡身体的厌恶 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我以为我娶了丽贝卡 就可以忽视她的肥胖 毕竟是她让我有地方倾诉 是她让我不再孤单 但没办法 这简直就是生理上的厌恶 即使我和她在一起 我依旧很空虚 我不得不去喝酒 因为只有酒 才能让我有胃口去碰她 戴维斯给自己找到了完美的酗酒借口 但实际上 戴维斯清楚 她就算是喝了酒 也没法再对丽贝卡产生任何欲望 她对丽贝卡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这就很讽刺了 监狱里 戴维斯梦寐以求的女人 在她出狱之后 立刻就成为了导致她酗酒的恶魔 成了她无法忍受的肥婆 但是 戴维斯不想离开丽贝卡 丽贝卡也不想放弃她的灵魂伴侣 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向公寓楼里的其他居民求爱 交换伴侣 当然 大部分人都拒绝了 但偶尔 小部分人也会同意他们的邀请 可这对戴维斯来说 根本就不够 戴维斯很快就看上了 公寓里一名漂亮的女房客 她偷偷的告诉朋友 说她想给女房客下药 在侵犯她 但好在还没有来得及行动 戴维斯夫妻俩在公寓里就待不下去了 他们因为敲诈房客 乱收费 撒谎 酗酒和口无遮拦等问题 被大量房客投诉 两人灰溜溜的离开了此地 伪造简历和结婚证明 假装已经结婚16年 又丰富的农场经验 依此寻找工作 1986年2月 靠假简历 他们成功当上了 科罗拉多州一个牧场的工人 两人搬到了拜尔斯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社区 小到戴维斯想看其他女人 还得专门进城 利贝卡常陪着戴维斯一起去 然后对着街上的女人 平头论足 讨论如何绑架她们 把她们囚禁在房子里当奴隶 1986年5月 他们去摩根堡的折扣店 买了一支.22口径的半自动补枪 按理来说 戴维斯在假释期间 是不能买枪的 出发前 两人还绞尽脑汁的想了个借口 说需要枪对付家里的蛇之类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店员什么都没问 假释官那边也没管这件事 夫妻俩就这么轻易的拿到了枪 后来根据戴维斯所说 他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些 特别疯狂的想法 而利贝卡则给了他实施这些想法的勇气 戴维斯酗酒成瘾 喝醉之后就和利贝卡在摩根堡四处游荡 寻找他们理想的玩伴 1986年7月18日 住在维金斯南部农场的塔米女士 正在家里干活 突然 一辆挂着坎萨斯州车牌的汽车 停在了牧场门口 也对夫妻从车上下来 女司机走过来 向塔米问怒 那名男子则奇奇怪怪的 总想往塔米的背后躲 塔米丈夫听到声音 从房子里走出来 和那名男子对视了一眼 男子立刻气烟了 灰溜溜的回到了车上 等女司机回来一起开车走了 塔米后来认出 这对奇怪的夫妻 正是利贝卡和戴维斯 塔米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当时丈夫没有出来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三天后 另一名叫苏的女性 接到了利贝卡的电话 利贝卡说她手上有一些旧衣服 要送给苏 不知道苏的丈夫在不在家 苏毫无防备 说丈夫不在 紧接着不到半个小时 戴维斯夫妇就带着枪 出现在苏家门口 还没下车 利贝卡就看见苏的房子旁边 坐着一名务场男工人 苏招呼着男工人过来喝冰茶结束 让利贝卡也下来喝几杯 利贝卡不情不愿的下来待了一会儿 看男工人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利贝卡才信信的离开 整个过程中 戴维斯一直在车上 没有下来 同日傍晚 戴维斯夫妇又打电话 给34岁的女邻居 弗吉尼亚梅 说要送给梅一些儿童衣服 梅的丈夫碰巧不在 梅带着四岁的女儿在门口等着夫妻俩 利贝卡显得很热情 接口说 家里缺个零件 让梅带着她去工具棚里找一下 等梅从工具棚里出来后 戴维斯趁其不备 一拳打在梅脸上 将她捂住嘴 粗鲁地拖进了车里 利贝卡跑到门口 把梅的女儿关进了屋子里 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戴维斯和利贝卡为了推卸责任 说了很多版本 所以为了客观起见 我们都大致地描述一下 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利贝卡说她惊慌地坐在车上 眼睁睁地看着戴维斯 把梅从车上拖了下去 因为一直关着车窗 她也不知道戴维斯 到底对梅干了些什么 另一个版本里 戴维斯称利贝卡嫉妒梅 咆哮着操纵她 实施了大部分暴行 不过根据警方的调查 以及法庭上出示的物证来看 最可信的版本应该是这样的 利贝卡把车开到了目的地 戴维斯把梅的衣服脱光 然后勒住梅的脖子 将她拖出了车外 试图侵犯她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侵犯没有成功 在整个过程中 梅一直在挣扎 恳求两人饶她一命 她甚至承诺绝不报警 还给这对夫妻一千美元 希望他们能放她走 但怎么可能呢 在戴维斯和利贝卡来梅家之前 梅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施暴结束之后 戴维斯用枪托打碎了梅的头骨 然后和利贝卡两人 轮着开了14枪 击杀了梅 然而根据戴维斯的说法 是她一个人开枪的 和利贝卡没有关系 但即便如此 利贝卡也不是什么无辜的旁观者 两人狼狈为奸 互相鼓励 把彼此推向了深渊 警方后来在他们的住所里 发现了大量的成人玩具 还有一些涉嫌酷刑的东西 以及利贝卡给自己亲生女儿 写的长信 他在里面详细的描述了 他为了讨好戴维斯所做的努力 戴维斯说 利贝卡之前还说 要劝15岁的女儿加入他们 但是被女儿拒绝 另一边 梅被强行带走后不久 梅的丈夫回家 发现孩子独自一人在家 嫌疑人不难确定 因为孩子说得很清楚 妈妈被利贝卡带走了 警方找到了利贝卡 但利贝卡假装对此事毫不知情 还虚伪地安慰梅的父亲 说 我理解你的感受 我自己也曾被强奸过 当然 纸包不住火 警方很快就根据线索 查到了利贝卡和戴维斯身上 两人立刻被捕 被控谋杀罪 1987年6月20日 利贝卡被判绑架 谋杀罪名成立 终身监禁 另一边 戴维斯仍在监狱里 等候审判 巧合的是 就在戴维斯坐牢期间 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 泰德邦迪 做上了审判的电影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戴维斯对邦迪也很关注 不过他对报纸上 对泰德邦迪的分析 很不屑一顾 心理学家称 泰德邦迪对女性的凶残攻击 可以追溯到 他青少年时期 对色情的迷恋 戴维斯对此嗤之以鼻 我真想不明白 为什么看几张裸照 还会让人杀人 这都是借口 谁相信这种鬼话 谁就是纯粹的蠢货 我们的老夫人应该很清楚 很多死刑范围的减刑 会与毒品 童年虐待 无碍婚姻等等来编户 戴维斯也一样 他最喜欢的借口 就是酗酒 但有时候 戴维斯也会坦诚的说 酗酒只是他暴行的催化剂 只是释放内心恶魔的方式 而不是原因 戴维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不知为何 我内心一直有一种执念 是酒精让我把执念付诸现实 所以 1987年7月 针对没被害一案开庭 戴维斯出庭做证事 完全就不搭理辩护律师的提议 一口认罪 坚持承担全部罪责 律师站在旁边 其实脸都绿了 无奈之下 律师只能尽力避免 戴维斯被判死刑 律师表示 利贝卡和戴维斯一样有罪 而在此之前 利贝卡已经被判谋杀罪 终身监禁 所以同为凶手 戴维斯也应该被判 终身监禁 不过 戴维斯却成了控方最好的证人 不管控方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会乖乖的回答 是的 先生 把给戴维斯辩护的律师差点气死 律师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我真是恨死戴维斯了 他对我说了谎 他让我彻底的失败了 最终 陪审团只用了三个小时 就判定戴维斯犯有绑架罪和谋杀罪 死刑 审判结束后不久 戴维斯给州长写了一封信 希望州长能够对他宽大处理 1990年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戴维斯仍是死路一条 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希望 只等着行刑日之后 能和大名鼎鼎的泰德邦迪 地下会面呢 说起来也是缘分 戴维斯和泰德邦迪一样 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跟踪 骚扰 恐吓年轻女性 以她们的恐惧 痛苦为时 他称自己的一生中 至少侵犯了15名女性 但和泰德邦迪不同 他没有杀害受害者的习惯 除了前面讲到的梅 戴维斯承认 他对梅的所作所为 是一种病态 愚蠢的犯罪行为 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反正被判死刑之后 他也想通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他还不如在死囚牢房里 写个回忆录 或者和比友们多聊聊天 戴维斯有好几个女比友 其中一个是爱尔兰女性 在戴维斯被处决前 他还专门飞到了科罗拉多州 探望她 给她支付了火葬费用 那名女比友是丹佛人 和戴维斯一直保持着友好 坦诚 偶尔调情的关系 戴维斯在死囚牢房中写道 我要吐露我隐藏了一生的秘密 我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无稽之坦中 我痛恨我的所作所为 据调查来看 戴维斯1944年出生在坎萨斯州威奇托 是家中三个儿子中的老二 戴维斯一生中基本没怎么见过生父 八岁时母亲改嫁 戴维斯跟着母亲住到了继父家里 继父比较冷漠 基本不怎么和戴维斯说话 继父的两个儿子都比戴维斯要大 他们经常性骚扰戴维斯 强迫甚至侵犯他 据戴维斯回忆 这些虐待从他9岁持续到了12岁 但戴维斯坚称 这和他后来的犯罪行为没有多少关系 他表示 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个当做借口 现在太多人都想把自己的行为 归咎到别人或者别的事情上 戴维斯从没把两个继兄对他的虐待告诉父母 他也从来没有试过反抗继兄 戴维斯在1987年的信中写道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怨恨 只能说有些伤心 除此之外 我还能怎么样呢 戴维斯亲密接触的第一个女性 名叫玛丽 年龄很老 长得也不好看 戴维斯称 她被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女人 粗鲁的侵犯了 之后 玛丽还教唆她把别的女孩带回家 让她当着自己的面 侵犯那些女孩 戴维斯的这段经历说实话 没有人知道真假 但不得不说 这确实打开了戴维斯厌女的窗户 部分专家认为 戴维斯在遭到了继兄的折磨之后 没有选择向继兄亮剑 而是虚构了一个邪恶的女性 教她如何做坏事 1961年 17岁的戴维斯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新兵训练营结束后 她和青梅竹马的女佣托尼亚结婚 这段婚姻持续了5年 两人生了两个儿子 不过在戴维斯被派往冲绳后不久 戴维斯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疯狂的想象妻子在家里 是如何背叛她的 她开始嫉妒 憎恨妻子 借酒消愁 偏执和酒瘾很快就引起了军队的注意 那个时候 时局动荡 当局想要的是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而不是不受控制的危险分子 因此 在戴维斯一本正经的和战友说自己 要杀了某个军官之后 他被诊断为有杀人倾向 情绪不稳定 精神分裂等疾病 戴维斯随后退伍 回到家乡打工 他陆续当过厨师 切入工和工厂工人 不过这些活都干不了太久 戴维斯就会被老板开除 日渐贫穷 戴维斯索性去找了某个俱乐部 当了脱衣无奈 不仅能挣钱 还能满足自己的裸露屁 戴维斯曾说 自从二十岁开始 我就喜欢向女人们展示我自己 看见她们羞涩的跑开 我就会找个地方自我抚慰 我知道我有老婆 但我还是喜欢这种刺激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仅仅展示自己已经不够了 在酒精的刺激下 戴维斯终于向年轻女性 伸出了魔掌 她的目标主要是青少年 因为未成年少女胆子小 不太会举报她 戴维斯后来谈及此事 她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惹事 我喜欢看他们大喊大叫 哭着 求着我 不要伤害他们 如果他们不哭不闹 我反而会觉得索然无味 有时候办完事 我会看着那个人 我想抱着他 对他说对不起 但基本等到第二天 我就会继续出门寻找猎物 戴维斯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 她说 我因强奸罪被关过监狱 但并不意味着我是强奸犯 就好像我去过教堂 但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基督徒 1974年 30岁的戴维斯第二次结婚 新娘只有17岁 这段婚姻持续了8年 生了4个孩子 不过第二任妻子 依旧无法给戴维斯 他想要的刺激 戴维斯后来说 他遇见第二任妻子时 妻子已经怀孕了 所以这段婚姻是个大错误 戴维斯在信里写道 我真是帮了他很多忙 心软的戴维斯呀 但是 第二任妻子对此说法完全不同 她说他们离婚的原因 是戴维斯一喝醉酒 就家暴他 还用枪指着他 强迫他和另一名女性 一起跟戴维斯三人行 此外 在大约1979年的时候 戴维斯还从便利店 挟持了一名年轻的女店员 把她拖进了小巷子里 欲行不轨 那名女子拼命挣扎 逃走了 戴维斯最后被判威胁罪 在监狱里待了不到一年时间 出于没几个月 戴维斯又因迟到威胁 侵犯女性被抓 这次的受害者 是一名15岁的女孩 可惜就像之前所说 20世纪80年代 刑事司法系统对戴维斯这种人 通常抱以相当大的同情心 认为他们是喝醉酒的傻瓜 所以戴维斯仅被判8年监禁 差不多才做4年劳 就能出狱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戴维斯开始像其他囚犯一样 结交女性比诱 阴差阳错的 认识了他的灵魂伴侣 利贝卡 两人互相怂恿 犯下了死罪 1993年 戴维斯被判死刑后 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立监狱 一天里 有23小时 都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 一年后 戴维斯写道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却感觉好像有10年了 真希望我能躺下就死 据说戴维斯的晚年受了很多苦 他终于戒了酒 却又受到了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困扰 他瘦了差不多40斤 还被确认为糖尿病 偶尔 戴维斯还苦中作乐 开玩笑地说 监狱官员拼命地让他活着 以便到时候杀了他 没多久 戴维斯的儿子 因虐待儿童被捕入狱 24岁的亲女儿 因脑流去世 此时的戴维斯才理解了 失去亲人的滋味 戴维斯在写给法院的请求中说道 他终于明白 自己对没的家人做了什么 戴维斯公开为自己的罪行道歉 承认对谋杀负有全部责任 但没有人原谅他 因为这道歉来的实在是太晚了 1997年秋天 行刑日到了 科罗拉多州迎来了30年来 第一个死刑贵宾 这晚监狱门口围了200多名 反对死刑的抗议者 路对面聚集着一群支持死刑的人 和受害者家属 监狱内的戴维斯被绑在了十字轮床上 接受了注射死刑 1997年10月13日晚上8点33分 戴维斯被宣告死亡 长达11年的案件 终于有了最后的结局 至于另一名凶手利贝卡 在有资格获得假释之前 利贝卡首先获得了肥胖症 2008年 57岁的利贝卡 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